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察孟老师的一些小动作 今天发现这个做节目之前 孟老师一直在看一个征婚广告 孔老师的判断是三连生活周刊 这回的一个封底的广告 你判断是个商业广告 房产广告 但是他这个创意很好玩 吸引了这个孟大美女的注意 说你对这样的人感兴趣 说这个30亿的财富 个人描述 本人自改革开发后20余年来 一直忙于事业发展 随家资亿万 却完全疏忽感情生活 每每见到身边朋友老婆孩子 尽想天文之乐 心下暗自创燃 常在夜半归家路上 对金碧辉煌却空无一人的豪宅 生出一种莫名的惊慌 截然一身的我 徒有家财万贯 无人继承不合千里 等一下 你这样子有点毁谤我了 我不是对于这篇文章感兴趣 而是你要想到一本周刊的封笔 竟然出现一则征婚广告 而且那位这个主人公的长相是这个样子 我是被他的相貌给吸引了 并不是被他的内容给吸引了 这人真是不可貌相 你看孔老师你就明白 对吧 孔老师讲得很好 但我长得这个很像有钱人吗 孔老师你这个形态啊 还真是非常有意思 我有一个同学他照顾过我 他说这个看老孔啊 他今天赚了五百万 你也看不出来 他今天丢了五百万 你也看不出来 但我看你的造型像是去抢了五百万 你这句话是他要说的第三句话 他说了 他是学校像教授出去像汉匪 大道 所以人不可貌相 你比方最近 广美在这个香港听说一个事 你知道有一个富豪啊 表面上看上去平平无奇啊 他创造了拍卖史上的这个天价 乾隆一把乾隆的刀 是吧 这把刀咱们可以看看这个这个有有有关 卖了多少呢 卖了四千多万 说乾隆玉智金桃皮翘天字十七号 宝藤腰刀 说这刀啊 当年呢 这个总共是这个做了九十把 各有编号 但是呢 文物专家都讲了 说是觉得啊 很奇怪 说这把刀以高区无估价五倍的价钱卖出去 真的很惊人啊 因为他原本的定的底价 他们预估大概九百万左右可以成九百万港币可以成交 但万万没有想到将近五千万 这是还有后面一些手续费全部加起来将近五千万成交 而且现在我们很多内地的这些可能相貌不太齐人的 讲的不太像富豪 讲的不太像有五亿的人的 像抢了五亿的 成为那个苏富比拍卖场上的主流人物了 我就听我朋友有搞这个收藏的嘛 跟我讲这个拍卖会上有些有些趣闻 有些富豪好家伙带着宝镖来的 慌了自己都不取牌子 旁边的人咔咔举 你旁边的人你要跟他举吧 他骂你跟那个街头那一样 你敢跟我讲 哎我小子你看着 这个登登登 狂啊就是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欠打的土豪 过去不有一词叫土豪吗 还叫太有词叫打土豪 那是革命时候的事 对 但是呢我觉得现在有些这个豪啊 一个是比较土 另外一个确实欠打 其实一个国家这个富豪多起来啊 本来是好事 问题在于你富起来要干什么 哎呀我就听说在一个北京 一个王府花园里边住一群富豪 特有钱 一群啊 一群住了这个 这些十个八个吧起码是 他们一看这个里边破破烂烂的 很心疼 就激起了这个拯救祖国文物的雄心壮志 人家自费雇来这个消防队 拿着个水楼头 都刺的干干净净的 然后请来这个一个班的这个流浪画家 刁梁画动 画的龙飞凤舞 拯救祖国文物 然后弄完了之后 跟政府去汇报 敲打打武器 这个这个铸杰啊 结果咱们就可想而知了 政府一个个都给收起来 破坏文物罪 就是你有了钱 也有一片好心 是吧 要知道购买文物 知道收藏了 问题是这个时候才体现出来 你的文化积累不够 怎么样花钱 其实是一种文化 龚老师 你看你说这个政府判他们破坏文物罪 我跟你讲 据我所见 某些地方政府 他本身就在犯破坏文物罪 没错 实际上还是为了好的目的 咱这个留几分薄面 我不讲地方 我去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呢 就有很多这种过去的老的别墅 那种老式的建筑 当地是要整修啊 可是他完全不知道啊 你这就太可惜了 你这破坏 就是他把这个原来比如说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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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上的这种涛花呀 给你弄这个石膏板 贴上 然后再再重新描 就等于在外边给你蒙一层水泥 又柱上一层水泥 模仿你原来的形状这么弄 你这个全都给人家毁了 你这这就破坏 就是跟他完全不同 包括这个上梁不正下梁歪 在这个有些这个乡政府县政府的倡导下呢 很多农民也不懂 这个自己几百年的住的房子是古宅 其实是哎他把这个墙都毁坏了 贴上瓷砖远远看上去都跟那个城市里的厕所一样的 一片片一片片贴上这个瓷砖 他贴上瓷砖的原因可能是有一些来收古董 因为我知道很多去收那种旧家具旧古董人 他们就来就说哎你这块那个窗笼能不能卖 我我我可能花了几千块钱买一块下 好啊为什么不就拔下来 哎你这个这个床这个高脚床卖给我吧 他把老祖母的高脚床也拿去 就就几百块卖掉了 现在是一个这个古董收购狂潮的这样一个一个时期 我我知道有一个有一个人他老去那个收购古董 他有一次到农村呢就看见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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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 猫猫吃着饭的那个小馆啊 猫吃碗 是个价值连城的东西 大概是有这个上千年的历史 他想我要买这个 这农民可能不会卖给我啊 他想一招 他就说你这个猫好 这猫怎么怎么好 我喜欢这猫 然后说能不能把这猫卖给我啊 那老农民就说这猫我特别喜欢 这个就跟了我十来年了 我不能卖给你 他说我我给你五百块钱行不行 农民说不行 他后来说八百块钱 涨到一千块钱的时候 农民就被这个钱打动了 好像是答应了 就把这个猫卖给他了 他把交了钱 把这猫抱在怀里说 你看这猫多少年用这个吃饭吗 你看他也习惯了 我顺便把这个碗也拿走行不行 他们说那不行 我只是这个碗已经卖了八只猫了 所以说不要轻视农民 不要轻视农民 智慧全在农民身上 这还是有文化的农民 没错 他不是富豪 这是有文化 现在农民什么都懂 你知道吗 这个人的骷髅头都卖 没错 你知道吗 甘肃那边 那么多骷髅头 现在知道 原来是市场上有一种需求 做这种工艺品的骷髅头的 天灵盖锯下来 做碗 所以就有些人 这个利益熏心 挖那个盗人家的墓 把人家那个尸骨拿 拿出来就这么卖 这其实属于伤天害理 这是伤天害理的新闻 绝坟 这是关系到一个道德底线的问题 这个中国古代文化 特别忌讳这个 即使不是自己家的墳 不认识人的墳 不能随便开掘 这里边都有神灵 你何况是做这样 大规模的盗墳 聚骨的行为 等于把人家 这个戳骨扬尘的这样做法 而且听说 他那个汤是为了 切下来做那个 叫什么 工艺品的 但听说手工特别的差 有的呢 就是削了一小块 那个天灵盖就歪歪斜斜削了 还有一个知识 连那个眼睛都削了一半了 手工好的你就要吗 我没想到 只听说过那个西藏的 那个藏库的农奴主 把那个奴隶打死 然后用他的头做那个碗 点天灯 点天灯的 这就是最不人性的 最残暴的这个行为 兽型这属于 现在这个21世纪 还有人这样做 不可理解 你不可理解 不可理解 我跟你讲 我曾经做那个拍案的法治节目 我做过一个什么呢 某个地方 现在不都提倡那个火葬吗 殡仪馆呢 当地殡仪馆要完成火化的指标 可是实际呢 他怎么着呢 当地村民都是想土葬嘛 就是你交钱 交钱了 我就让你土葬去 就不要求你火葬 可是他这个指标怎么办呢 他得完成他这指标呢 于是就出现一种买卖 倒坟倒尸骨的 挖了之后 给殡仪馆火化了 这算完成一个名额 完成一火化的指标 到最后居然就有什么样的事 为什么这事爆发出来了呢 人家这家人给你交了钱 同意人家土葬 结果人家埋下去 没几天 又给有人给挖出来 送火葬炉里 还是给火葬了 你说还有 这个传统文化叫入土为安 入土以后的不能轻易动的 你这个尸骨未寒 怎么能够轻易动的 而且按照传统这个迷信说法 这要有报应的 你把这个人一会儿一会儿土葬 一会儿火葬 这个搬来搬去的 就是现在人要太无法无天 无所畏惧 那么一个尸块还可以重复烧几次 就是有家属在那等着 你啊 好啊 我现在烧了 就放进去 烧一般的拿 好像才把一个尸块 就分成给几户人家这样子 还有这样的 还有什么买流浪汉的尸体 什么都来 天哪 咱怎么聊到这儿了 咱去广告吧 枪枪赛人行 广告之后见 所以相比之下 还是这个孔老师的爱好 好 昨天吃饭 我就发现孔老师有意思 他喜欢到那个旧书摊上啊 去淘东西 哎 今天给拿来展示一下 淘来了一件什么东西呢 他不是说我喜欢 是因为咱买不起那五千万的刀 是不是啊 人家那刀是这个乾隆的警卫帘使用的 是不是 那咱买不起 那咱买不起 就得这个用别的办法安慰自己嘛 对 行拿小台上转一转 你别看我买这东西 他不值几个钱 他也许过一百年 他比那刀也不差 我认为是重要文献资料 其实我买的这个 这样的笔记本啊 现在这个书摊上很多 往往是几十年前啊 那个时候的这个中国这个青年人啊 都是既是文学青年 又是革命青年 反正是有理想有追求的人吧 嗯 他写的一个是自己成长的经历啊 开会的笔记啊 当时的这个流行歌曲 嗯 这里面都有 你看我 你看他这个本子里边啊 你就像给广美看看视觉上 这你看 新中国 新中国 这个我就看很亲切 这里边的插图 颐和园 昆明湖 你看他印成这种色调的 非常美啊 哎呀 这个时候还没有大力发展的游业 这是什么 一九七零年的 七十年代的 七十年代 他大概二十岁左右 你看这里面记载了一些 呃 有民主与法治的内容 有毛泽东写给他孩子的信啊 还有当时这个韩流啊 当时这个朝鲜的这一些流行歌曲 朝鲜电影插曲 对 那个时候我记得还喜欢那个写 写歌词 你看看 超普 对啊 你看 小鹿的荆棘刺破了裙脚 姑娘手舞足蹈往家跑 他为什么扔掉了锄头这样跑 姑娘的心事谁也不知道 是吧 上了石桥掉进河里 他也不害臊 他手里拿着前线寄来的杏儿 使劲摇 啊 当时有这样的话 是吧 还有呢 里边记载着他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的感受 阅读鲁迅先生这个作品的这个感受 啊 还有他怎么入团领导别人开会 还有自我解剖 我读一段他的话 哎 在今天20年的生涯使我锻炼的更加成熟了 新中国阳光雨露的培育使我在生活道路上变得逐渐坚强了 望着今后光明而坚持的前程奋斗吧 1973年4月16日 哎呦 就是昨天你看20多年前 其实应该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是一个手写的日记 完全是手写 那个时候 包括我父母那代人 你父母那代人 包括我小的时候 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本子 我自己也有几十本这样的本子 但我觉得这种东西 如果是你是公开了一些文 有作品 就是你写一些这么这么辉煌的这种字眼 我觉得不稀奇 但是这几本日记 就是你都自己对自己讲话 你这样自己激励自己 我觉得他也为你太向近了 你知道这东西 那天孔老师还谈到 我都有这个体会 我们曾经有一种自我忏悔的一种方式 这让人想起这个什么基督教里边的那种东西 还让人想起那孔梦之道里边 五日三行五身 但是在文革的时候都用上 我也看过这种笔记本 很痛苦的剖析自己 比如说我今天看了光美一眼 这说明什么 我这个心底对自己的这个欲望啊 我就是我有罪 我怎么知道 这是不健康 那是你的说 如果我就不这么写 我说我今天看了光美一眼 我发现他满脸洋溢着革命青年的圣洁的光辉 好家伙 这境界都不一样 真是不一样 这三代孙了 我们很容易表面上把它看成是一个幼稚的革命青年的这种自我解剖 其实刚才你说的好 其实人类所有的这个文明它有相通之处 任何一个这个民族 他有一种文化来凝聚他的国民 基督教也是靠这种办法 每个礼拜去做忏悔 天主教 天主教 天主教在做忏悔 那个曾子讲的无日三省无身 他人通过这样的这个办法呢 他就凝聚成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其实中国有过去的一盘散沙 正是因为有那个千千万万的这样的青年人 才才能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他礼拜也假如五十年代 假里很穷 到了七十年代 我们现在觉得七十年代比较贫穷 但他七十年代已经觉得生活很好了 穿的干干净净的衣服 在工厂里做工 他这个时候说 五十年代过得太苦了 就是在他看来生活是越来越好的 我们今天很不满自己的生活 说今天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他是乐观生活 对 所以你看真是 这是一段 一段人的曾经经历过的这个思想 你看这些 我渴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就像什么渴望扑进母亲的怀抱一样 真是 他这种特点还在于 你诫悔 他得有个主 过去说 你不是信仰上帝的 对对对 以主的名义 那个时候呢 是以毛主席的 有精神依托 就任何时代以外有精神依托 这个依托呢 你不能用科学的角度去看它 说这东西是虚幻的 它不是物质存在 任何依托呢 你不能从科学角度去讲 只能从精神角度去讲 孔老师 你那个时候解剖过自己 这个狠斗私自一闪念之类的 没有像这个维修作品的描述那么狠 但是这是家常变换 因为经常要这个检讨自己啊 说今天这道题为什么做错了 按理说 我这个水平不应该做错这道题的 做错了 就是因为贪玩啊 或者看了旁边那个女生一眼啊 所以把这题做错了 所以才要解剖自己 那个解剖过程中的 确实对人有一个提升和自我勉励啊 自我监督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但是很多人上了大学之后就中断了 我觉得还有很多人的成年之后继续坚持这个写日记 对那是日记写的真是跟写检讨似的 整天批评自己 但是呢 好像这是一个自我反省 也可以说啊 这个 这是不是对人的成长有好处呢 但是我觉得他要自愿 我觉得我们今天比如说能够买到这样的这个本子在市场上啊 他的珍贵之处在哪呢 并不是说他离我们好几十年了 而在于他是真实的 他是自愿的 光伟你们台湾人也经历过那么一个特别政治的时代 我们就是你们有一个毛主席可以去 你们也有蒋中正啊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把蒋中正 就是把它当成一个那么那么一个一个像神那样的地位 好像从来没有发现 那天文道还说呢 说他小时候在台湾受的教育 说蒋中正是人类的救星 对那个罗用台的文章 这个是我们 我觉得是一个很口号式的东西 你唱歌 我们有一个什么国父 这个一个 掌公纪念歌是什么 你是人类的救星 但是我不晓得我 我起码我从来没有这样对他 但是写日记的习惯我倒是有 我也是三省无 是无日三省无身 但是呢是写着写着就发现 要批判自己的事情越来越多 越写越心虚 所以你知道我叠了一堆日记本 每一年的一年之际在于春 春天一开始就开始写日记 谢谢 谢谢 他把写了三个月之后呢 基本上那后面就全部都空白了 最近呢 那个蒋介石的日记公开了 听说了 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 就蒋介石啊 你比如说国民党认为他是这个伟大的领袖啊 那蒋介石年轻时候有一段生活挺有趣的 他在这个日本东京啊 跟着孙中山闹革命 但这个时候呢 他跟一个妓女相好 感情非常深 每天 是日本人吗 二二 还是那个杰儒 不是不是 就是一个妓女 但是年轻人嘛 这个这个 慕少爱嘛 这个妓女感情不能自拔 蒋介石就每在 每天在这个日记里自我检讨 说我要跟着孙总理好好干革命 怎么能够沉溺在这个男女情欲里呢 这样做太不符合国民情节要求了 说从下个礼拜开始 我一定要啊 这个 幻然悔悟 没错 摆脱这个 但是你看他日记 到了下个礼拜 还是这么写的 说因为根据今天怎么能够这个样子 我下个礼拜开始 我要泛然悔悟 没错 蒋介石的日记 实际我也看过 我发现他是不是人成长阶段呢 有这么一阵 他原来就是个浪荡公子 这个什么的 你比如说蒋介石 咱们他成年之后啊 咱们感觉他很少说话 这个人就是这个 很谨慎 实际上他在日记里就要求 最近我又是这个跟人呢 随便谈笑 这个习惯 很不好 或者说呢 这个我最近呢 这个比如说浪浪当当的 还要到处游玩 不行 我得奋进 我得重新扯起 生活的风范 整天 勉励自己 这个但丁说啊 这个人要是真正的 这个达到高层次 高境界 要经过地狱 这个蒋介石呢 他就是在最迷烂的生活里过过 我们说的吃喝嫖赌 酒色才气 他全都经历了一遍 对 所以那些东西到中年以后 对他已经没有任何的吸引力了 为什么我到中年之后 这些东西对我还有吸引力呢 说明我该经历的 你没下过地狱 我需要 我不下地狱 谁下地狱 我需要有点这经历 江江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事 说看他的笔记本 多少年前的人 我很知道 就是共产党 怎么怎么着 党 你知道到现在吗 还有人就是拿共产党保证的 最近有一个事 就是天津南开什么的 就是一个法院行政厅的 一个厅长 说律师领着当事人 去那要求立案 结果是法律程序方面 发生了一些什么争议 重要部分不在这 重要部分在于 这个北京律师投诉 说天津法院这个法官打我了 把我脖子掐给掐到手印来了 然后告诉是吧 然后呢 说最高法院院长萧阳都批示 很重视 说这事要实事求是解决 但是天津那把法院系统调查呢 说没党 但是你知道最有意思的是呢 俩人都说 比如说律师就说 我这个共产党员 我以我的党性保证 他打了 那头的法官那头又说呢 我是党支部书记 我以我28年的党领保证 我绝不可能干这事 绝没打 那这俩人至少有一个 这党性有问题啊 对啊 都有一个 哎呀这对我 你知道这个当年 这个这个可牧党 这个写过入党申请书 又被党拒之门外的人来说 我的感受很复杂啊 我觉得这个人才未免 这个小题大做了 就是你到底打没打人 这件事推到党的身上 让党来为你担保 就好像这个小孩 把事情都推到自己 大人身上一样的 对 我觉得这个对党 也是不严肃的 又简单 你为什么不能简单 说我用我人格保证呢 你干嘛拉出那个七千万的人 一个大集团的人 人格现在大家都不太相信这种东西了 所以他必须拉一个更大的党性 我以我28年的党领做保证 当然他没想到这个可能对他 肯定的那个党是有获大伤害的 党领你咋保证什么 假如你这里边有一个撒谎 党不过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